民述纪第36章 约瑟的后裔,马拿西的孙子,马奇的儿子基列,他子孙中的朱组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组长面前,说 耶和华曾吩咐我主拈旧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,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,将我们兄弟西罗菲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 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,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 这样,我们年旧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 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,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 这样,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 摩西照耶和华的话,吩咐以色列人说 约瑟支派的人说得有理 论到西罗菲哈的众女儿,耶和华这样吩咐说 他们可以随意嫁人,只是要嫁同中支派的人 这样,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 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 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 必做同中支派人的妻 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 这样,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 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西罗菲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 西罗菲哈的女儿 马拉、德撒、荷拉、密加、诺阿 都嫁了他们伯叔的儿子 他们嫁入约瑟儿子 玛拿西子孙的族中 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支派中 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 约旦河边 耶利哥对面 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